江苏袭警过程曝光,凶手当母亲面持刀杀警,其地奥会,不该没关门让老母看见。 淮安马氏兄弟重大暴力袭警时末曝光,大哥马尾兵和二哥马红兵一人持杀猪刀,另一人持菜刀,将两名警察砍至重伤后逃窜。 警方得到消息,因寻衅滋事在逃的马尾兵和马红兵在这儿落脚,他们来核实情况。 王涛提出警告,马红兵仍然拒绝出示证件,还多次试图持刀冲出厨房,均被一旁的马赵兵拦想。 马氏兄弟袭警过程只有6-7秒,但两人出手凶狠,整个过程我一直拿着我的杀猪刀在捅,他一直拿着菜刀在砍,被捕后马尾兵交代。 母亲之所以瘫痪,都是因为2019年二哥马红兵刑满释放出狱后,与大哥马尾兵一起上门闹事,患有脑梗的母亲气急攻心,送往医院手术后瘫痪。 马氏两兄弟的疯狂举动,其指毁了马家,受伤的其指他的妻儿、兄弟、七寻老母,还有另外两个正在痛哭的本可以幸福快乐的英雄家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